重庆卫视 今天是你们的考核日 优胜者可以获得 登上世界时尚杂志 Vogue和GQ的机会 当然还有Paras 果实文化公司提供的 百万工作合约 本周是非常辛苦的一周 你们参加了上海国际时装周 中国独立设计师品牌的Casting 还为IM拍摄了Lookbook 我知道比赛给你们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 但是这就是模特行业 你们必须抓紧每一次机会 去展现你们的优势 不然的话 你们就会被这个行业所淘汰 你为什么再没有经过我们同意 就把自己的头发剪掉 因为我不喜欢我那个头发 是你自己剪的还是有其他人帮我 我逼邓天龙哥哥帮我剪的 邓天龙剪头发的时候 是他一直在拜托我求我让我帮他剪的 邓天龙他逼你你就要帮他剪头发了 他就一直求我磨我说想把头发剪掉 然后很疼后面很不舒服 不是是这样的 首先我不喜欢他的样子 我觉得很古怪 我每天都不开心 然后我也不想努力 因为我觉得自己样子好丑 可能跟我自己自身有关系 然后再加上睡觉的时候 接的这个地方压得头很痛 我根本休息不好 所以心情也很差 我就把他剪了 你以后会有自己的经纪人 你们的经纪人帮你们制作摩托卡 你们在没有经过经纪人 或者经纪公司同意的情况下 随意改变自己的造型 客户如果确定说我已经确认你了 但是见到你真人的时候 完全你是两个形象 就会对你的公司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或许别人看来是非常严重的 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我想 想剪自己的头发就剪 如果你不相信我们的话 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呢 我来这里其实就是为了上电视 我觉得上电视很酷 我不想把自己搞得 是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我觉得这就是最真实的我 我真实的样子就是这样 贾真真 你的品味根本就不行 我必须要直接地告诉你 你根本就没有品味可言 对 我是没有品味 但我就喜欢这样的我 这就是我 我就想说 没关系 你喜欢什么样的你 我们不在意 对 我知道 我想说的是 我们导师以及专业团队 花了很多时间来打造大家 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真正工作的地方 而不是你任性的地方 我们是insider 而你不是 你连开始者 入门者都不是 你有什么资格来改变你的头发 我觉得好夸张啊 不至于 好了 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下一轮吧 今天是考评日好不好 好 考评日现在开始 首先 请王萌出来 你的整个肢脚有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在你跳下去的那一瞬间 你可能可以稍微拍个侧面 然后把头转过来 身材比例完全失调 你这个姿势手上应该有块明表 空中姿态是在暴露缺点 我给你五分 五分 五分 我非常喜欢你的眼神和嘴唇的控制 其他的我都不喜欢 我给你六分 谢谢老师 下面请王仁川出脸 如果没有人跟我讲 这个片子是一个跳跃主题的话 我会相信你是在平地拍 然后摄影子上我不贴上去 所以刚刚就是我在看整照片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就是可以看到一些腾空感 我其实还挺喜欢这样的照片的 他的构图其实挺好 因为他自己其实就是挺呆的 这张所以他也展示了自己 就是呆萌的那一面 但是他的小手势我觉得是 还有点意思的 对 我们看一下时尚专家团的意见 他的眼神很坚定 感觉到了我的心里 感觉看到了我的心里 这张照片 对于上次跟花的那个主题 没有经验到我吧 及格六分 我给你八分 我觉得挺好的 谢谢 肢体还是算比较舒展 比较放松的 所以这一次我给你七分 七分 谢谢 黄思琪 你的手指永远是习惯性的蓝花指 我知道这个从上面跳下来是非常恐怖的 你们也是在挑战一种极限 因为我们真的需要那种衣服的动感 头发的动感 但是依然需要你们的表情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这一次我给你七分 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的肢体动态和身体协调性 你自己的舞蹈功底完全施展出来了 我给你九分 谢谢 我们是为I am品牌拍摄lookbook 所以这个照片非常重要 是你们告诉我们 你们是谁 那在这张照片里 我看到你其实眼神里面挺酷的 很称你的新造型 所以我很喜欢 我给你八分 我今天非常喜欢你 所以我给你八分 谢谢 黎雪 这一集我们是需要表达的就是I am 我是谁 我需要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 如果不是的话 谁会选你 所以我看不到你的自信在眼睛里 这一次我给你七分 其实我真的觉得今天这个非常难 但是对于黎雪来说 以你的水平 这个就是不令人满意 我给你六分 六分 我觉得这次表现可能会小小地影响一下 我剧中的成绩 我非常喜欢你这张照片的肢体 肢体很舒展 我给八分 谢谢老师 赵卓能出列 没有想到我会是这样的 哪样 因为起初我在那个战案上面的时候 我都已经设计好了 给自己觉得很酷 然后很悲哀的那种动作 然后一下去以后 我的天哪 那种感觉 就受不了自己了 就我不知道你 有没有面上秀这次 男装女装我全面了 我会穿着高跟鞋走秀台 但是这可能对你以后 这条路就会变得很窄 你可能就只能做平面 或者就拍脸部的这个舞蹈 这是我对你唯一的关心 这张照片我看到了你的舞蹈能力和你对自己的肢体的掌控能力 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在空中可以掌控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不成的 谢谢老师 身体和表情分成了两个部分 表情很迷茫 身体很强壮 那还是很man的嘛 OK 你的肢体语言还是不错的 还是蛮喜欢的 那这一次给你七分吧 不八分了 我给你八分 谢谢老师 我为你的改变给你七分 给你七分 谢谢老师 OK 请回 李思佳 上一次的大片环节跟花的主题那个你是有惊艳到我 但是相反来说我其实对你这一期的大片期待值很高 所以我觉得这张照片没有给我带来很多的惊喜 我给你七分 我觉得你上半身头发气势各种插腰都是对的 但是到下面腿不够修长你的长腿看不见了 唯一有点空分 我给你八分 谢谢老师 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你这种表情是非常高傲的很冷酷的那种优雅在里面 你居然能在这么难的动作里面还能拗出一个S的造型出来 我就觉得你非常的厉害你知道吗 表情有了身材居然还能出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么难挑战里面能把你的表情管理得好 你头发也很有气势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我给你九分 谢谢老师 下一位请贾珍珍出列 我们是真的想你发展得好一些 客户真的会考虑很多因素的 如果你永远都不打开自己的话 大家都会考虑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很适合做这一行 所以你真的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意见 贾珍珍我其实蛮惊喜你还能撑到第四次 我自己没有什么突破然后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 有点害怕因为我不想离开这里 我给你四分因为任何客户看了这个照片都一定要退货 我很想给你一个高分 但是今天你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出彩 不要这样 你的动作hold得太短了 你知道吗 我还能不能再来一次呀 不行了 我只能给到你三分 我也很不行 希望你表现更好 所以这次只能给你五分 五分 谢谢 好的 谢谢 邓天龙 你看到一个细节没有 我觉得好像在滑拳 那这就是我要问你的 你真的是在滑拳吗 你这一张是在三 另外一只手在七 对 我觉得他因为还是重庆人他有点想念泡椒凤爪什么的吧 是不是 太久能吃了吧 这张照片我最喜欢膝盖一下其他的我都不喜欢 确实我们拍你的时候也比较难抓 这已经算是脸部比较好的一张了 所以我给你五分 你觉得我的拍摄很糟糕 因为我始终找不到主题跟方向 然后我的肢体是比较僵硬的 我觉得你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 我给你六分 我给你六分 六分 OK 请回 下一位请李浩婷 有一点非常的佩服你 你所有照片你的脸都是保持帅帅的酷酷的感觉 你这也是一种本事啊 脸能放松 身体就不能放松 好 来个意思 我非常喜欢你这种非常淡然的一种面部表情 而且还有你的腿腾空失重的感觉 双手的肢体方面再丰富一些 再出跳一些 我觉得会更好 我给你六分 但是六分全都给到你的脸上 这一次给你八分 我给你七分 七分 谢谢 下面请刘贤夏出列 这张照片应该是我今天拍到我觉得最喜欢的 这真的就是一个标准的摄影师 那个模特的表情 所以我给你十分 这是一张照片 我其实对我片子并不是很满意 但是倒是给了我很高的分 我的动作我很满意 但是脸部 我觉得就是 我当时是仰着脸 仰得非常厉害 然后眼神是有点惊悚的 是那种感觉的 这张照片相比于上一次你的那个 大头上面带着花的那个 没有像那张照片那么惊艳到 我给你七分 我反而觉得这张照片是 所有今天的照片里面 唯一一张像 Fashion Editorial的圈子 因为你的整个肢体 包括脸还有头发 都还挺恰到好处的 我给你八分 你的这一次的这个姿势 你的这一次的这个姿势很符合我们这一期的主题 没有任何的修饰 我觉得好自然的 九分 请回 下面一位请伊晨出列 我依然非常喜欢你恰到好处的表情 我觉得整个姿势还是比较协调的 只是觉得你的左手有一点僵硬 这一次给你八分 我非常喜欢你这张照片的肢体 但是我非常不喜欢你这张照片的锁骨和脖子部分 就是对边会让我感觉到有点收有点紧 所以我给你七分 给你七分 我今天非常喜欢你 我给你八分 谢谢老师 请于林云出列 慢一点 扭到了今天 受伤了吗 可以 医生 他好像扭到盆骨了是吗 还是胯 胯部扭到 然后脚踝稍微有点肿 那你的腰这边骨头有问题吗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在口头上 还是勇气可加的 你看看你的照片 这一张呢 已经是我们选的表情比较正常的照片了 你还记得吗 你的表情非常的丰富 其中客户还是希望自己的品牌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 你觉得客户如果看到你斗鸡眼啊伸舌头的照片 他会是怎么想呢 嗯 好的 我是觉得他的自控能力很好 包括身体跟上身的协调性 这个轮廓都还蛮清晰的 谢谢老师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拍摄其实是有半商业性的 因为你毕竟是在为一个品牌拍摄一个lookbook 所以你像这样的完全没有脸神交流 我觉得你首先就输在起跑线上 因为你这个姿势其实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不把脸转向镜头转向摄影师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太扣分了 我给你五分 今天你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出彩 我只能给到你三分 其实我觉得这张照片 我们大家分析应该蛮大的 我很喜欢 我给八分 这一次给你六分 OK 请回 谢谢老师 你们今天的成绩将由个人挑战得分 时尚大片得分 还有时尚专家团的评分相加而成 总成绩将决定你们今天 谁将离开我们的中国超模的梦想舞台 现在我来揭晓 本周最佳时尚大片 李思佳 李思佳 谢谢老师 你可以继续追逐你的梦想 并获得蓝米亚衣柜的使用权 我记得这是你第二次获得我们的最佳时尚大片 本周的最佳时尚大片得主 李思佳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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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了 又是 很喜欢 由雪下 恭喜你 可以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黄思琪 依晨 赵卓能 王仁川 恭喜你 可以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李雪 李浩婷 邓天龙 王王 恭喜你 可以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好 谢谢老师 现在还有两位漂亮的模特站在舞台上 但是我手里只有一张照片 那就是说 有一位模特需要离开我们这个梦想题台了 贾珍珍 于林云 请你们两位移步到舞台前方 贾珍珍 我们一直都很希望你可以改变 但是你一直都在抗拒我们给你的表现 我觉得你心里真的住着一个很自卑的女孩 但是我希望看到你改变 知道吗 也许是因为我自卑的原因 但我觉得我就只想有我喜欢的样子 于林云 我们一直都在提醒你 你站在梯台上 你就是一位模特 而不是歌手 但是我发觉 你真的有时候还是搞不清楚 还是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模特 好好的发展下去 我估计这次我应该差不多吧 我应该停选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屏幕 感谢精品购物指南 OK精彩杂志的亲力支持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屏幕 恭喜你可以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谢谢老师 其实我不是很难过 因为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并不是很有优越感 可能因为我本来就挺自卑的 首先你需要打开自己 要接受别人的意见 你想继续模特的路吗 想 你要努力去尝试不同的类型 我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 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我觉得我现在我来到了这里 而且我走过了前面这一段路 我觉得我很棒 但我就是很抗拒要改变自己 但我觉得我还是以后会越来越好 会吸取老师跟我讲的那些话 我会坚持做我自己 但是我也会去尝试很多东西 而不是说把自己永远去 现在这个 我就是这样子的 恭喜你们 十一位漂亮的模特 你们可以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了 今天到此为止 恭喜你们 辛苦了 关注国内最大的图片社交软件 InAPP 参与中国超模专属话题讨论 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工作了 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我已经过惯了 就是很孤独的一个人很多年的生活 我以为我离开是超级开心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些难过 又很舍不得 舍不得我有时候很讨厌的你们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不太擅长跟一群人一起生活 但是此时刻的我真的好想你们 每一个人 这是一段超级棒的会议 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见到你们 可爱又性感的真真 欢迎观众使用百度搜索 登陆中国超模的百度贴吧 参与节目互动讨论